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天 聊天要聊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近被言伤 我想蛮多听众应该是知道的 那我知道很多人 不管是赞同或不赞同我们的行为 都想要了解原因是什么 那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 简单一讲呢 就是黄子焦他被爆出来说 这个涉嫌性骚扰 跟这个胁迫未成年拍裸照 等等的情势 然后他有出来开直播 然后反正就是 你知道一直在牵托 然后怪别人 他讲了很多他自己内心以前的创伤 造成他变成一个变态的行为 基本上影片是在讲这个 对但对我来说 我那时候看到我真的是 因为你也知道我对MeToo这件事情 就很容易被trigger 我们一路以来 其实你以前你的个人经验 然后之后我们一直遇到很多其他事情 对我就很容易被trigger 所以我必须承认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我觉得天哪 就是你用这个形象 然后大家这么喜欢你 然后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利用这个诠释 然后去 我真的是 我想说如果我今天十几岁 然后被拍一个裸照 我接下来十年我都会吓死 我永远都会担心会不会被流出来 别人会怎么看 我如果 我就是我光想到这件事 我就会非常生气 所以我就决定po文 那我po什么呢 我就觉得我要开酸他 我就说 如果有厂商 我还没指明到信 我只是说如果有厂商 就是有紧急的 你知道主持啊 或业配等的需求的时候 欢迎来跟我们联络 然后把我们的email放上来 类似这样 好 我自己就觉得 干 爽 垃圾 然后结果 有非常多人不开心 有蛮多人留言的 那当然啦 就是 差不多发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嘛 因为 大家如果有在发的话知道 我们后来三文了 对 我们后来三文了 因为那天事情发生非常快 就是发了两个小时之后 黄子娇就进医院 Right 然后 新闻就出来了 新闻出来说黄子娇进医院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新闻就觉得说 靠他进医院 先拿下来好了 先拿下来 我们想说 就是 怕最糟的状况 对 就是真的怕最糟状况 他真的怎么样 对 所以就想说先拿下来 好 先拿下来 结果我们拿下来后也被骂爆 对 就拿下来以后 反而一堆人在拿这个作文当中 啊 马林公 发论文还撤下 怎么 连新闻 连新闻都在写 而且 而且 对 连新闻都在写 这些新闻真的是 垃圾 不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其实我讲的那句话 是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想的 就想说 哇 这些 演艺圈的大咖们 是不是该被换血一下了 这些状况很严重 对啊 就是 那一代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 天哪 那一代的人 有这么多 体制性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可以 就是 改变的system 对啊 用心血来改变的system 而且我 其实我听了他 讲那么多话 其实 我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你知道吗 你说你懂黄子娇吗 没有没有 因为他 他就是想要讲说 其实他 他因为有很多的阴影 你说妈妈在他面前打炮等等 旁边 哦 sorry 还有就是 他一路以来可能 就是遇到一些问题 造成他之后 所谓 他自己说的变态的行为 right 然后说 后来又说 为什么 大家不能看到我 说后来 其实我做了很多好事 我跟那个 我太太结婚后 我做了很多好事 然后 其实他又是什么 儿福的 大使 你知道吗 对 我也看到 就是很多公益团体的大使 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好事 为什么没有办法弥补 可是我觉得 他miss掉一件事情 就是 你连你做错事情 那一段 然后你 你正常应该 面对的consequences 该遇到 该有的punishment 你都还没有 你都还没有 你就想要跳过 就说好 大家就忘记 因为我做很多好事 忘记掉那一段 我们重新开始 我现在有女儿了 我们从零开始 讲得好像 大家 那些受害者 就不重要吗 他们的trauma 就不重要吗 我那时候听他直播的感觉就是 我知道你觉得你 小时候生活很辛苦 其实蛮多人都蛮辛苦的 但不代表你就可以这样 伤害别人 对 我觉得这是 两件事 因为你知道 我昨天 是跟我太太去拍那个 高尘少女播 是个女儿 是不是女儿 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说 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会疯掉 我会疯掉 我绝对疯掉 我绝对会疯掉 有种这样子来威胁我女儿 然后我后来是隔了这么久才知道 我可能心脏直接爆掉 我会非常非常愤怒 而且我觉得黄子教后来去医院 这个行为蛮简的 就是当然我们 因为我们也被影响了 因为我们就 我们就撤稳了 不然我觉得我们不会撤 因为我觉得你有种 你就好好活下来 然后去弥补那些过错 好好跟大家道歉 想办法去面对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然后什么叫做 我很可怜的 我要去医院了 然后你知道流了一堆文字 看起来就是在情绪勒索大家 然后大家 那你这样做 是不是大家 之后是不是更多受害者 就不敢再出来了 对万一有受害者 现在出来 然后好像又在落井下石 又在踢黄子交一脚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行 你情绪勒索大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受害者 会不会就不敢站出来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所有MeToo的这种状况 因为他很难取证 尤其在美国也是这样 因为他很难取证 所以他其实非常仰赖 受害者愿意站出来 然后证明某人是累贩 跟他可能有一定的pattern 做一样的事情 才有可能有一点点机会 可以进入司法程序 而且现在已经有出来讲话 那些受害者 因为这些事情之后 其实有蛮多人下去 他们那边质疑这些受害者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黄子交了 他应得值太高了 他做那么多公益 他真的做很多好事 而且那些照片 我就觉得 会不会有执法单位都会冲进去 然后赶快抢那个硬碟 那个是证据 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赶快去找证据吧 现在拿个搜索令之类的 进去抢硬碟 搜寻他所有的那些 I don't know 仓库 whatever 他的收藏室 他的电脑 对不对 搞不好都在里面 who knows 让他去面对该有的 司法的程序 假设这些时间 然后让他 就是拿着硬碟丢到淡水盒里 那就永远没有证据了耶 硬碟可以这样丢淡水盒就没事了 对啊 因为你不是 淡水盒很 很大 或基隆 I don't know 就是anywhere right 就是丢进去就 就永远就没有证据了耶 现在应该要赶快想办法 来保 先建立一个安全网 来接触这些受害者 然后赶快 因为他们 我看到那个新闻就说嘛 因为这个是儿哨 就是未成年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健保署的 儿福部之类的 反正就出来说 应该要赶快 做事情 所以please do something now 我们只想要 对我觉得我今天 至少我今天看到媒体 媒体其实还蛮多 都在缅怀 因为黄子教主持功力 真的是蛮强的 这个我必须承认 因为我们 我跟Ken 被他访问过 我们知道他很厉害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 天哪 他真的很厉害 这些厂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 我知道很多人说 我们说 自以为可以取代黄子教 不可能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取代黄子教 他做的事情我也做不到 哪一件 都做不到 我都做不到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大家应该要 把重点放在 帮助被害者的身上 好吧 然后 有没有证据 等等等 而不是在那边说 他其实很厉害啦 百灵果你凭什么 你们怎么落井下石 你们not nice 好我知道 大家一定觉得说 就是你就算要嘲讽他 可以更高明啊 我也承认可能可以 更高明 然后或者是 不要这么坏啦 就是人家已经这么惨了 然后你还要踢人家一脚 等等 落井下石中 我知道 台湾人都会觉得 不要这样 大家以和为贵 其实大家不习惯这样 可是对我来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的那些行为 是不是真的 然后是不是有影响到 未成年 然后到底有多少人受害 然后他应该要去 面对司法审判 对我来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他 什么耐不耐死啊 然后高不高明 都是其次了 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那也谢谢 就是很多的听众 不管是支持我们的做法 或者是觉得 可以做更好的 可以做更好 或者是觉得 心里很不舒服的 都有好好的 来跟我们沟通 这个其实 I very appreciate 因为我了解 每个人本来就有 因为这个状况下来 其实大家的 emotion都非常复杂 你也很复杂 我也很复杂 我整个气到一个爆炸 大家都复杂到一个爆炸 所以那就这样 那希望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 嗯 我们在做什么 不认同也没关系 谢啦 拜拜